这比我见过的所有三魂魂针的攻击力都强 抬头修为有限 只能施展魂倒戒的一部分能力 这才一部分 如果全部发挥 魂倒戒也多强 抬头 过来 于昊 我只收了抬头一名弟子 如果你愿意 我愿再收一个徒弟 老师 请您收下我 好孩子 无魂系对你的评定我也听说了 我不得不说 他们的做法并不公平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的第二个弟子 也是魂倒戒的核心弟子了 老师 不哭 好孩子 不哭 我有失地了 太好了 于昊 何师兄 以后我们就是兄弟了 于昊 魂师的基础是最重要的 你还是要留在无魂系学习 无魂系下课后 你来这里继续学习 每周只有一天的休息日 你也要来我这里 怕不怕哭 不怕 好 梵雨 我们的极限单兵计划 在他身上你有几分把握 菜头四成 雨昊七成 他们两个配合 十年到十五年 极限单元的雏形成型 如果他们顺利修炼到我这个年纪 将会达到真正的目标 十到十五年 划算 实在是太划算了 颜院长啊 人少折 比算账 你可比不过我钱多多 这是完全由先生考核 优胜者组成的新班级 周老师一定会对我们 提出更高的要求 好 接下来是分班 一班班主任 周一 学员名单如下 唯一的好消息是 周老师还继续等我们班的老师 我是周一 从今天起 我将担任一班班主任 我从来都相信 忧中雪忧 优秀的带领者 能使整个班级走得更快更强 接下来 进行正副班长的选举 大家可以在这些人当中选出班长 周老师 我有意义 我认为 霍宇昊没有资格参与班长的评选 他不过是一环 而且魂魂还是最弱的十年 他获得冠决 不过是靠着和王冬的五魂融合计 我让你发言了吗 又不是我一个人这样想 大家都是这么觉得 不信的话 不赞同霍宇昊参选班长的人 聚首 我撒太过笨了 淘汰才输给我们不服气了 有本事和我打 我就是不服气怎么样 有本事让霍宇昊打赢我呀 闭嘴 霍宇昊 你说 我愿意接受无风的挑战 可以 后果你自负 二环打一环 无风还是危险力顶尖的红龙五环 但这该怎么办呀 今天我要揍得你生活不能自理 用不了几秒 我就结束比赛 这是一场必败之战 但我必须忍着 不然 在这个班级 就不会有人承认我 无风 王冬 还有刚才举手的 但我觉得大明 这也许是魂导器与唐门暗器 相结合的突破也 是唐门暗器突破自我 重获新生的积极 宇昊 我看振兴唐门的重力 恐怕就要落在影尸上了 宇昊进入魂导器学习 在八个月 就挑战明科二级魂导恶星 不知它能否成功 等在刚分班 你就闹出这么大动静 我的教学方法就是这样 我就这么教育 那 我就开宠你 阿宇 我听哲宇说 你的精神探测很有进步 来 试试 嗯 是 第一红级 精神探测 共享 进步不小 居然覆盖了五十米的范围 八十米 很好 你是怎么做到的 一百米 一百二十一米 太棒了 宇昊 我问你 这精神探测 未来还会继续增强吗 其实我在新神考核期间提升了六十米的距离 六十米 八十米 突破一百米了 现在已经是一百二十一米了 现在的精神探测共享范围 足以辅助菜头发射定装混到炮了 好孩子 让我看看你们俩现在合作的情况 快跟上 菜头 过来 是你啊 何大哥 你看上去更结实了 于昊 您配合菜头 菜头 你展示一下混到是该有的能力 好啊 来吧 何大哥的武魂 居然是棒棒糖 菜头是食物系武魂 它的第一魂技 有精神力增幅的作用 非常适合和你配合 可以提升你 精神系魂技十分之一的威力 精神力果然身体增成了 嗯 第一魂技 精神探测共享 何大哥 您看清了吧 嗯 哦 这简直是天龙帝王 几十个金属锯球 砸下来都可以盖住整个试验场 四周墙壁里 塞满了危险的发射型利器 地上 还铺满了地雷阵 一只蚊子闯进去 都会被烘碎 不干何况 何大哥这么大的快头 哦 于昊 你这魂技真不烂 开始 开始 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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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 火 火 爆炸 爆炸 火 高飞 爆炸 火 大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